23号 欧洲和美国的喉豆确诊和疑似病例持续增加 当地时间23号 英国卫生安全局发表声明称 英国新增喉豆确诊病例37例 累计确诊57例 声明说 英国喉豆疫情严重 令人担忧 但对英国公众的风险仍然很低 目前英国已经宣布 喉豆确诊病例和密接人群 都需要接受维西三州的隔离 当天 西班牙马德里大区新增4例喉豆确诊病例 截至目前 西班牙已发现了40例喉豆确诊病例 葡萄牙新增喉豆确诊病例为14例 累计确诊37例 仍有更多疑似病例在等待检测结果 此外 德国喉豆累计确诊病例上升为4例 美国卫生部门23号表示 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诸现一例喉豆疑似病例 这一病例与国际旅行有关 仍然处于隔离状态 可能成为美国第三例喉豆病例 展示宽病例